諾亦成這個談話是很特別也很不尋常, 第一件事 作為外交副部長,非常高級的職位,代表了外交部 在一間大學,這個人民大學裏面 說出了大喘說話,每次每句都非常重要 不過主要的對象就是要說清楚給幾個人聽 第一件事就是美國的安全顧問沙利文 第二,布林肯,國務卿,拜登總統 還有台灣的領導人蔡英文, 這些連串的事都是數得很清楚 他們需要每次每句聽得清清楚 但如果我們平民百姓聽出來說, 跟我們一句話可以抹殺了 這位外交副部長是不是在發勞騷呢? 他講了很多很多信息, 不是發勞騷 我們怎樣理解這件事呢? 在整個一個這樣的節奏裏面 我講出其中的幾十秒是最重要的 哪幾十秒呢? 他就提到, 美國不要再發百年帝國夢這個項目 第一件事他數出來就是, 美國就在那裏尋求脫勾 第二,就極限競爭 他一個最重點就說, 他當了中國是最嚴峻的競爭對手 即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說話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跟敵人是差一塊紙這麼薄的一個界線 即是說, 其實說白了就是, 你是我敵人 我說你敵人的話, 我當然用軍事威脅你 同時我一定要治理於死地而後快 由外交部的人說出, 挑明這件事就說 你美國當我是敵人, 不過你未講到這一步 什麼叫做最嚴峻的競爭對手 等於就是說, 什麼一中一台一個兩個中國等等 這些是很大的所謂的光譜 你慢慢切切切切切切到左邊 所以說, 中國面對你這些 當我是敵人 你跟我脫勾 你跟我施行所有你任意欲為的 所謂的科技的制裁 他提出一個很大的警告 中國是不會再以代幣毫無反應 這個說話呢, 我們再引申 再聽一聽 究竟以後有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讀新聞的重要性了 這位呢, 又高級一點了 就是俄羅斯的外長 泰夫羅夫 他就跟美國、歐洲這些 聽完那幾段談判之後 非常之 叫做火氣猛盛的說話 俄羅斯對美國已經是忍無可忍 怎麼忍無可忍呢? 自從這個蘇聯解體 這三十年 俄羅斯曾經想傾向西方化 不過呢, 所收到的東西呢 就是你的北約東抗 和起我周邊國家 設立軍事設施 甚至說核設施 美國對付俄羅斯的手段 不下於對付中國 因為之前俄羅斯 是美國最大的投敵人 競爭對手 所以 邁夫羅斯在之前已經說了 我忍無可忍 即是動 我只是攤牌 不過他比較直白 俄式的一個外交前 他不會說我要期盼 大家可以什麼合作 說明 過了紅線 我就有行動 你對沃南讓步 你如果是繼續是東抗 繼續是說 要擺在我們鄰國裏面 做這個軍事設施的話 我們就慾手 其實結合出來 何尚樂易成後面的說話 也不是如是 我們都是忍無可忍的 所以說中國是不會毫無反應 我們不是羔羊 我們不會從手就擒 這些是百年前 帝國的夢想 應該醒醒 再歸結之前所說 在張維惟提到 就是當時鄧小平 他就說到 他預計大概 這個2050年 就是鄧小平所說 中國就會強大 不過 張維惟說現在 大概203年 我們應該已經按照 我們那個國家的實力 應該去現代化 就是說 這十年之內 中國可能會和美國並家齊居 目前亦都有能力 跟你說這番的說話 也都 預早提醒你 麻煩你醒醒 你不要再用這種手段 和我們玩 因為美國是非常虛偽 他不打新冷戰 其實就是冷戰 為什麼是冷戰 因為完全是用的手段 他完全是把你放棄 他那個制裁 軍事的脅迫 用外交圍堵 這種手段對付你 這種不是冷戰 是什麼 大家沒有拿過手 可能要你買多些國債 可能要你更加多的廉價 用品 三副販物 那些低價貨品 但這個真的是發紧 不用去到203年 現在就跟你攤牌 就攤牌 因為任何鬥爭的話 不需要等8%的把握才做 這個訊息 確實我們 一些普通人應該看到 不是 中國搞什麼戰狼外交 不是搞什麼脅迫外交 我們不要聽西方那一套所說 說我們好像處處逼人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風度 我們應該理解到 現在 無論中國 和俄羅斯 都是背後四個字 忍無可忍 同一時間 為什麼這樣說呢 為什麼中國一齊會這樣說呢 這個就很有緩味了 如果中俄一齊這麼說 如果中俄一齊都說 去美國忍無可忍 你要聯想到什麼 中俄會更加背後背後 所以 拉夫羅夫都在之前都答過 就說 跟中國的關係友好 其實就是損害這個 國際的關係 損害到其他人的利益 其實 意識已經說 中俄是越走越近 還有 李 在貝爾津斯基大旗館裡面 最失策 就是他最失算的事情 就是 原來中俄可以真的一體化 從 兩位 外交部 一位 部長 提出這樣的 信息 已經代表了 中俄兩個國家 一個 對 美國的一個 很嚴峻 很嚴正的一個聲明 就是玩到這個為止 我們也不會束手就擒 這是私民的說法 這個 阿夫羅夫更加強勁 就是 可以有這個 軍事的 行動 暗示 所以 不能 看輕 這些說話 也真的不要當 說 羅成說了這麼多事情 哇 連串幾階段 被人說一句話 他發勞訴 他不是 一個這麼高級的外交人員 每句說話都很重要 大家可以細心聽 不過我就不會重複這些細節了 不過就告訴大家 但是 真是整個細局 這三十年 三十年前 鄧小平看到一個 所謂的時代轉折 三十年後的今天 南巡的時候 這個三十周年 我們都看到 其實是另一個轉折 其實我們 可能 去到另一個新階段 我們再不是 鄧小平所說 催 這個 當時 跟很多 八重國家的 到訪者 都提到這件事情 大家也要韜光 讓人悔 因為當時的 角力 實際上 不能去搞 怎麼搞呢 搞一下 整個 中國的國運 有推遲 作為三十年 中國國運 的 見證者 我覺得 這段歷史 真的很需要 加入我們 中小學的教育 非常重要 又不要像我三十年前 只是之前去深圳 只要吃東西 看到街道很乾淨 我們覺得 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們是無知 真是無知 我沒有概念 對國家開放的概念 對社會主義 和資本主義的混合 我沒有概念 我是無知 相當無知 所以因為我無知過 三大無知我煩過了 所以今天 大家知道 通常 沒有這麼無知的時候 年紀大了 那我真的 年紀大了 有了經驗 也希望 將這些經驗 再和大家討論 希望 學校可以 好好寫這個篇章 真的很緊要 這幾個概念 聖知聖社 科技遺先 共同富裕 整個藍巡 這件事 寫了一段時間 出書也可以 出教材也可以 即不是出書 即不是出書 出教材也可以 有沒有學校會教 有沒有人去主導這件事 沒有的話 又怎樣 這是香港 只要這麼說 說回 有一位人物 就是我家 非常敬佩 小時候 不要說小時候 就是說 很多年前 經常都看工具牆 那個叫做 他的節目 You are fire 大家知道 特朗普又來了 不過今天 特朗普 大家覺得他好像在說人話 他一次大規模的一個集 你知道 和他的粉絲 和他的所謂 是支持者 又開會說 他說出一句說話 也很震驚 他說 美國的最難對付 對手 從來不是中俄 不是中國俄羅斯 而是 美利堅合眾國 為什麼 為什麼 他說這樣的人話 聽出來好像很孤大上 難道他想通了 也不是 那時候 只不過 他今次是針對他的對手 就是拜登 他念念不忘 經常都回響 就說 拜登是騙了他的票 拜登是散了他的位 拜登以不正道的手段 去到 謀取了他今天 這個總統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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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趁機去批評拜登 拜登也毫不猶豫 將整件事 國會山莊的責任 放在特朗普身上 所以 暫時放下中國是投號敵人 這個是假的 因為 美國無論是誰做都好 中國都是所謂最嚴峻的競爭對手 即是敵人 怎麼說呢 暫時是集起民氣 對付拜登 因為 如果我是特朗普也好 上風你是特朗普也好 拿到總統寶座連任2024年,不是連任2024年再奪總統寶座才是重要的 現在給票暫時,我們不要說中國先,遲些我上任先跟你說 剛才搞定了拜登,他將拜登比喻為美國的敵人更差的敵人 美國的敵人就是中國,他比中國更差的話 就等於拜登是美國更大的敵人,這個是他們競選的言語 也是美國社會分裂或者民主黨和共和黨再難保持以往的民主 美式的制度或者美國夢,所以為什麼呢? 現在駱玉成提醒美國,你醒醒吧,不是百年之前 百年之後呢,美國就差不多好像清朝那樣的 我不是誇張,清朝其實有很多腐敗 很多事情跟美國很相似,有機會再逐一講 這裏就只不過是帶一個比喻,可以大家可以清晰到 美國不是很強,不過爛樹有三根釘 就是瘋子上來其實都幾惡搞 所以都是看著怎麼去做 中俄開始是有這個醒覺 不是醒覺了,就是說有這個實力 有這樣的開始,有這樣的意向就說 我受救你了,俄羅斯都很慘了這三十年 做不到這個,融入不到這個西方國家 做不到和美國共治都不得已了 差不多被你壓迫到幾乎再要解體了 中國不用說了,2019-2018年那個貿易戰 跟著所謂真是致力於死地而後快 真是貼貼切切,即是諾玉成 說所有的一句說話都非常重要 不過千萬不要聽人說 這位部長是發勞騷,他說那麼多 太多了,接收不到,這樣 不是的,雖然不說很多,不過是以後所指 真是跟美國,特別是台灣 美國都如只可以這樣警告 台灣更加不可能放肆 所以說未來中國的外交手段會更加強 這就不是戰狼外交的問題了